Dew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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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玩他JuJu啊 Dewie 講一些外星語 Dew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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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講什麼東西 他在模仿我兒子的說的語言 他想跟他溝通的對不對 好安靜 這個看起來有點毛骨悚然 不知道為什麼 洗了不是台展機是不是 他會咬他 他下一秒都幹嘛 而且兒子也太安靜了吧 這一隻比較安靜 有夠乖耶 對 我覺得 這個小孩很沉著冷靜 他默默是超穩定的耶 因為中間爸爸不知道在講什麼語言 他一定是一直告訴自己 我要喝下來 我就要去報警了 他在講什麼啊 他在學我兒子講話 是JuJuY嗎 Dewie 之類的 很像法文之類的 可是你小孩沒有要鳥他耶 對 沒有 沒有回應啊 完全沒有互動的一場洗澡 對啊 好 那除了這個奇怪的 這個狀況之外還有嗎 除了外星語之外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爸爸少做了什麼洗澡的步驟呢 爸爸好像沒有擦臉耶 對 對 我有看到 沒有洗臉啊 哇塞 你們看得好仔細喔 對啊 而且水不是就是會流下來了嗎 那就擦乾就好了 可是眼尺總要摳一摳 他好像沒有看到他幫他擦臉的感覺 對 因為他們是從保姆家回家 那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然後我就負責收浴盆啊 跟那些毛巾的 然後我就會發現 那毛巾怎麼會是乾的 所以才會發現 原來他常常沒有幫孩子洗臉 對 真的是高難耶 我沒看到耶 你覺得這個爸爸表現得非常好啊 你在家 怎麼了嗎 因為你洗臉 其實真的你出來 你再洗也可以啊 刷牙也是 你都可以穿著衣服的 對啊 不是說你要脫光衣服做的事情 其實後面都可以補牆的 這個有什麼好話 好像也滿有道理 也沒得反駁啦 沒有啊 放大鏡子 看著我們 對不對 好噁心喔 好噁心 我第一次看禮物爆發播啊 好噁心啊 似乎是滿有道理的啊 對啊 感覺好像我們在雞蛋裡挑骨頭 雞跳骨頭 不是啊 不然你們來做嘛 對 好噁心啊 所以家裡幫小孩洗澡的機率高嗎 麥可哥 小時候是他 因為我覺得男生很適合幫小孩洗澡 手很大 對 他的骨頭比較長 小孩一放下來就是剛好 然後以前小孩小的時候 他一個手背加上這個 就剛好撐著頭 對 就一個手背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我覺得 男生跟男生一起洗澡一起玩啊 就是一個他們促進感情的方法 是 我第一次看楊皓如完全壓空 是 那講的也是有道理啊 對啊 有道理說服 對啊也是後面可以做的 是